宇宙有味道吗 如果有 它闻起来会是什么个味道呢 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可能有点难 因为只有宇航员才去过太空 而且他们走出太空舱执行任务的时候 都会穿着厚厚的宇航服 也没有办法在真空中的宇宙中呼吸 但是通过间接传递总是可以的 举一个例子 你和朋友们吃了一顿火锅 回到家里面 衣服和头发上还会残留着火锅的味道 说实话 这个时候它就不怎么令人愉悦了 同样的道理 宇宙中的化合物也会粘在宇航服上面 这些气味被宇航员带进了空间站里面 便会传进宇航员的鼻子里面了 根据很多宇航员的描述 他们在太空作业之后 都闻到了一股烤焦的牛排的味道 德国宇航员说 太空闻起来像是胡桃 与机车刹车片所发出来的味道 美国宇航员回忆 宇宙的味道很难形容 大概像是我拿汗枪的味道 是一种好闻的金属味 而阿波罗11号的宇航员 则有不同的看法 宇宙就好像是燃烧过的木炭 或者是灰烬的味道 还有宇航员形容说 头盔脱下来的时候 会闻到一股刺鼻的臭痒的味道 为什么宇航员闻到的味道各不相同呢 这个很可能是来自于 他们不同的生活习惯 和不同程度的想象空间 但这些味道貌似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金属味和烧焦味了 科学家认为 宇航员在空间站 闻到的可能并不是宇宙最原始的味道 而是高能震动的宇宙颗粒 被带回太空窗内部之后 与空气混合后的结果了 但是有一点能够确定 宇宙确实是有味道的 宇航员闻到的烧焦味 很可能来自于衰老的恒星 恒星燃烧时会产生一种 叫做多环方听的臭味化合物 在地球上 多环方听多存在于煤炭和石油当中 不过我们目前所了解的宇宙的味道 准确说应该只是太阳系的味道了 因为星系的构成物质各不相同 它周围所散发出来的味道 也不完全相同 最后一个在月球上留下脚印的 美国宇航员塞尔南回忆 月球上有一股特殊刺鼻的味道 闻起来像是用过的火药 木星虽然拥有着迷人的光环 但是大气层中含有大量的氨 常年挂着50多级的氨气飓风 臭味之龙力 使得木星号称宇宙中的超级厕所 银河系的中心 陈安云 人马座B2则含有大量的硫化氢和甲酸遗址 我们都知道硫化氢是一种刺激性的有毒气体 而甲酸遗址闻上去则散发出 真正的果香和酒香 所以人马座B2附近的宇宙闻起来 应该是狼母酒香气中夹杂着臭鸡蛋的味道 简直是让人又爱又恨 一言难尽 显然宇宙的味道太复杂了 我们很难定义它的气味 也许在某个角落 宇宙正散发着迷人的芳香 而在几百光年以外 那味道又仿佛掉进了 超级厕所令人望而却步 所以你想感受哪种味道呢